今天正好你来了 我正式跟你交代一下 从今以后 尽量多和顾传接触 反正你是他的助理 把我也盯着他点 二十四小时那种 最好你是能住在这 有任何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为什么 搞得像监视顾总一样 顾总又不是三岁小孩 他比三岁小孩更可怕好吗 那破坏力 顾总有这么不成熟吗 他一旦激动起来 连自己 你想想啊 一个专注于事业的设计师 一旦发起风来 多可怕 有多可怕 说多了你也不明白 照做就完了 反正帮我盯紧不穿 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 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放心 做得好 给你找工资 做得好 行 那我第一步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 加我微信 好了 第二步把火锅准备好 我饿了 不叫顾总吃饭吗 我管他吃不吃 我饿了 好的 许总 许总 好像没有苦火锅的锅啊 没有锅 那我去买 顺便办点事再回来 好 定紧顾穿啊 好的 许总 老闆好 老闆好 许总刚出去 吃午饭了吗 还没 许总让我买了那些火锅菜 那些都是他爱吃的东西 我不喜欢家里有火锅味 而且 家里没有吃火锅的东西 那 许总说他去买 顺便办点事再回来 不用管他 他饿不死 对了 您身体怎么样 昨晚看您状态不太好 已经没事了 老板 您身体还没恢复 如果不嫌弃的话 我给你做点吃的吧 你还会做饭啊 那是 相当不错呢 这么规矩 是有强迫症吗 啊 啊 啊 没什么 老板你休息就好 交给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觉得沾沾人气 沾沾烟火气都挺好的 总不能真像你养的那只蜥蜴一样冷血无情吧 那样不可爱 你折腾我的助理做饭 女人呢 给你机会二人世界 我晚点回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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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